因为今天的话换一个新环境 所以我们如果要恢复我们之前的环境的话 其实很简单 网路上其实我有放两个档案 其实你把它下载下来就好 就那个懒人包 我这边有整理 而且我有特别整理一篇部落格文 就是在讲这个 非常简单 因为我想了各种方法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把环境弄好 快速的可以开发 这件事还蛮重要 因为很多人每次光要写个东西 光要把环境弄好 它又是一个大工程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今天换一个地方 我马上或者是换一台电脑 我又马上可以开始写 我要写的拍上 不然的话你永远都从零开始 太慢了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快一点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第一个可以把这两个档下载 下载完之后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我随身碟里面一个懒人包 然后我就把它直接解压缩到我的低叠 所以解过来之后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什么呢 Python的那个 Ecalypus的Python 然后另外有一个是那个Python的3732 这个 其实这两个就足够了 那因为这个Ecalypus已经里面挂好了Python 所以你不需要像之前我们讲过 要什么install那个software 那个不用了 因为已经装过了 那我只需要怎么样 把它打开来 直接开启这个Ecalypus 那因为这一台电脑 已经有Java的那个环境 所以不需要再去装那个什么 就是JDK 因为有些大部分应该都有 再来的话 Workspace第一次的话 他会问我说要放哪里 那我就跟他讲说 放预设这个好了 Python的Workspace 那当然你把它解出来之后呢 Ecalypus也执行了 但是你可能要先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呢 你必须要先再告诉他说 你的那个什么呢 你的Python的路径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 你可能要跟他讲说 我的Python在那个Windows的 那个Python里面 找到PyDiv 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Interpreter 里面的Python的Interpreter 这个好像前面讲过 记得New一下 因为呢 我们两个资料夹 虽然在旁边 但是它不会自动侦测 所以你要手动告诉他说 我的那个Python的位置 在那个我的低叠底下 的那个什么呢 Python的3732 在这里 我的那个Python的 那个执行档 EXC在这里 开启它就OK 然后再按OK之后的话呢 它会去找到其他的东西 这些都找到了 所以完全不用安装 它就OK了 然后把它Apply跟Close掉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已经两个 Eclipse跟Python已经串连 串接了 这样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重新建一个新的专案 然后呢 就可以再重新写 你要写的词 所以New 所以接下来的话New 这边有一个允许 就把它允许一下 其他都不用做 你就把New一个什么 Other 因为预设它是Java的 所以我Other 第一件事就是先跟他讲说 我要开发的是Python的专案 是选这一个 然后Net PyDiv 这一个专案 然后 我的名称叫什么 我们之前用Test 也许有一样用Test 然后呢 记得这边把它改成那个3.6 然后记得呢 也顺便帮我Create一个Src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 资料夹 Source的资料夹 因为如果你没有自己 没有 选这个选项的话 变成你之后要自己 手动新增一个资料夹 我觉得比较麻烦 选这个会比较 简单一些 所以基本上 以后的话 你就是1 2 3 然后直接按Finish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帮我建一个新的专案了 哇 它这边会说要不要开启 对 要不要开启 把它remember 把它开起来好了 OK 好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Src 然后你按右键 你就可以new 什么 new你要的那个module 那这个module名称的话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的练习 是什么呢 假设我们之前做过 你也许可以测试一下 像我们之前有做过的像 假设某一段程式 比如说我今天是 这一段好了 输入成绩的这一段好了 OK 假设吧 我就 第一个我就把上个礼拜的这个 叫Score好了 也许我给它一个名称 我要输入Score 的那个list 因为这针对是list 去做的练习 OK 然后把它建起来 他要问我要不要开 这边的话template 我习惯把它cancel掉 取消 他问你要不要check 我要ok好了 然后再来的话 把刚刚的程式贴上 然后贴上之后的话 放大是Ctrl加 记得按中间的 把它放大 再来就run它看看 如果run OK的话 那表示这个环境应该是 OK可以用的 这个说的话 它会出现 有没有发现 UTF8 还少一个步骤 什么步骤 还记得吧 编码 对对对 预设的环境 记得这边 Windows Preference 记得 设定好这个Interpreter 顺便你记得 再干脆把这边 General这个 里面的Workspace 这边预设 因为微软 它一定是MS950 所以记得怎么样 把它直接干脆改成UTF8 这样子的话 一劳容易 那这两个步骤 建议是同时做 不过你改了之后 你会发现 哇 里面的程式 中文又乱掉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重贴一遍 有没有 刚贴的它是MS950 你现在贴的话 它变成UTF8 又正常了 我要再来把它执行的话 OK 这样执行 OK 有没有 请输入学生成绩 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你就恢复正常了 那就可以继续工作吧 OK 所以你会发现 假设你坏的地方 你要能够快速开发 这个懒人包可能 也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以后 不管什么 开发任何东西 你要随时要准备一个懒人包 不管什么 其实我每个环境都有懒人包 所以每次你要开发什么 不管 反正我都有 然后呢 每一个要开发什么 都会有云端 我的云端的Sample 以前写过的东西 都在云端上 我把它打开来 那有些可能忘了啦 其实说真的 这种东西要 要马上恢复到你 刚开始那个 完全熟悉的状态 真的很困难 所以怎么办 云端上有 马上拿来用 一定大概可以恢复个八成的 剩下来的话 就是自己再慢慢摸索一下 你可以很快又可以进入状况 哪怕你已经十年没有写 二十年没写 都还是OK 最近之前有个同学 他到一家公司 就那家公司 用了有新的技术有拍上 但是也有最旧的有ASP OK 因为现在技术不是说只用一种 而且他里面的那个 资深员工 因为太资深了 所以技术从来没改过 都还是用ASP 那他就遇到一个问题了 因为他新的OK 但是他旧的完全不OK ASP 所以他问我怎么办 刚好我那个YouTube十年前的影片还在 我说你YouTube十年前的影片先看看吧 他说哇 太好了 他说这个东西居然还可以找到 所以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就是尽量还是你只要学过 尽量把它做一个记录 不然的话哪怕一段时间之后 你没有写 你忘记怎么办 还是你要想办法 马上可以 马上可以OK 你不能说你现在OK 你过一段时间不OK 所以记得 你现在能够做到的 赶快把它记下来 像懒人包 以后 你要想说你隔一段时间之后 你要找这些资源 能不能找到 不要说乱丢 因为很多人学了之后就丢了 丢了之后下一次回来 又要重新归零 又重新这样 太浪费时间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懒人包部分先完成 然后确定说你的环境呢 可以恢复到像之前一样 那还有就是说呢 像备份也是一样 那还有之前写过的程式 如果你要找到 找回来的话 我当然也是建议 你也可以建立 使用自己的云端 然后呢 可以把你之前写过的程式 也许也把它整理到云端 那以后的话你需要 就像我刚刚一样 建一个新的module 贴过来 其实至少你就可以run了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 你要 要打 就是要 恢复到你原来 就是最极佳状态的那个 点的 的那个 那个状态 恐怕非常麻烦 所以尽量 还是想一个方法 就是说 有没有方法可以 让你 以后过一段时间 还是可以 把那些东西再找回来 而且很快可以恢复 OK 就像环境可以用懒人包 那程式的部分的话 像我的习惯 是把它放到云端上面 去做整理 所以这个工作 其实也相当的重要 不是说你学会了就好了 因为学会了 你过一段时间一定会忘记 哪怕不管是谁 我看天才也不可能说 你过一段还是记得 所以怎么办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 放在一个地方 那那个地方是 你比较好找到 哪怕是记在 以前是记笔记本 不过记笔记本的缺点 就是那个笔记本 将来你可能塞塞塞 塞到哪边去 你可能也找不到 会有这种问题 还有就是笔记本 有时候做 因为像那个突突改改的话 城市 还有颜色 你要去上不同颜色的话 其实还是没有像云端 这么方便 那云端的好处就是 随时电脑跟手机打开 你手机也可以啊 我手机有云端硬碟 我打开 我也可以看到我以前的东西 哪怕我现在人是在外面 或者在国外 在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网路地方 那我就可以 把以前的东西叫出来 所以以前 比如有些人 突然问我 什么什么东西 我手机一打开 我就可以告诉他说 甚至哪怕是几年前的东西 手机上面 能够打开云端硬碟 我就可以马上告诉他答案了 这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你不能说你现在会 不代表你永远都会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可能要想一个方法 当然还有更好的方法 我是提供建议 试一下先把那个环境先ready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继续再来看一些 有关串列相关的范例 好